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我这几个字段通过特定的组合方式 然后再编码一下 编成一个新的 别人只要不知道你这个编码方式 它能破开吗 是不是就破不开啊 对不对 刚从学说 那代码不都能看着吗 代码第一块 首先代码不是都能看到 第二块哪怕都看到 你也不一定看得懂 OK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代码 这块的原码你看懂吗 看不懂 为什么看不懂 代码有一个机制叫做代码混淆 不是压缩 不是单纯的压缩 代码混淆 代码混淆是啥意思 就它里面那些变量全都变成ABCD ABCD ABCD 实际上他们那个ABCD不是一个玩意 知道吧 韩顺美也就变成ABCD ABCD 那就要代码混淆 你的代码是可以混淆的 知道吧 但是专门做安全那块的 我们这块如果你要非想坐上前段那块特别安全 你可以查一下代码混淆 就把你的代码变成干什么 变成乱七八糟的看着又是乱码一样 知道吧 你可以来到这儿 简单的搜一下 但这网速我够呛 代码混淆技术 对吧 可以把代码干什么呢 变成都是乱码的吧 你要不想让人看 你就可以不让他看 知道吧 这块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想让别人破解你的难度高 OK 那你得先恶心自己 把你自己的代码变得超级恶心 是吧 干 这是什么全自动看了吗 这边有各种什么全自动代码混淆工具啊 对不对 那这也有什么Java的代码混淆 这不是JS代码混淆啊 这不是什么将近5步混淆啊 咱随便找一个看混淆完的代码找什么样 那这儿是不是一堆代码 这是代码混淆的一个配置吧 对不对 那这是不是就混淆啊 看这就是混淆后的代码 看这代码了吗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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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A B A C B 这也就是混淆后的代码 你能看懂是啥 这是内面混淆了 里面的变量也会混淆知道吧 看这里面 这函数名都变成ABCD ABCD了 知道吧 混淆之后你根本就看不懂 除非你是专门做逆向的 有一定概率能看懂一部分 知道吧 就我专门是做逆向工程师 咱们现在做的不是做正向工程师吗 对不对 有那种专门逆向工程师 做灰产的那种 对吧 都是搞逆向的 或者搞破解的 做外挂的 对吧 那个是逆向工程师干的 就他们却能把你的ABCD ABCD干了吗 给你猜出来给大概了 知道吧 但是难度也很高 就是说你要想让你这东西恶心 你干什么 你得先把自己恶心 别人你得先把自己恶心一遍 知道吧 另外呢 然后同学还说 那咱们这个请求能不能伪装成别人的IP 能啊 你把他的电脑黑了 你发请求的时候用他的电脑发不就完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感觉伪装一次不安全 你干什么 你伪装个两三次 你你先把这几个人的电脑都干掉 对吧 这几台电脑都给你控制 OK 那你真是去发动对别人攻击的时候 或者恶意破坏的时候干什么 我用他的电脑 我先控制他的电脑 然后呢 通过他的电脑控制他的 他的在控制他的 就通过一个很大的一个调用链 然后用他的电脑去攻击你 知道吧 那最终你能很快找到我吗 很难找到 知道吧 因为当初美国那个政府网站就被黑了 你可以去查查 这事件还在呢 应该还有 那干什么呢 然后他就去追查 对吧 那发现他经过了十多集啊 但简化之后呢 他发现是日本攻击的 那日本他说我们怎么可能攻击 那调这台服务器 开始调查 发现这台服务器是被香港的一台电脑控制了 OK 那又从香港去调查 那香港说我们也没攻击 然后发现是从南向机校 南向机校机房发起的攻击 是吧 你来去查查 但南向机校一直是否认的 他说我们的电脑也是被别人下了不满了 对吧 但我们找不着 我们技术不够找不着 对吧 然后这个事件你去网上可以去查查 后来他的机房就被封了 被封了呢 还有记者专门伪装成学员 去那去干什么 去做报道呢 你去网上能查到 挺神秘的 这事情以前挺出名的 OK 南向又打了一本网告 是吧 后来真的有 就好多人去南向要报名 我要学黑客 我要学黑客 可以去查查 这真实是有这件事情的 但是在国内这种消息被封锁的比较严 你去 你百度一搜应该有 那这个呢 就说咱们这个成本问题 是吧 就说你想让你这东西到底安全到什么程度 其实你不知道等咱们后期吧 你去抓包去 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都能直接抓到 包括淘宝的包 淘宝呢 有40%的包是没有做任何加密的 就你能直接拿到 知道吧 京东呢 有90%的包就是从来没有加密的 知道吧 你是可以直接拿到的 就看假如说 我对这个安全性要求特别高的东西 那我就进行加密吧 对不对 那不是非常高的 干什么呀 那我就没有必要进行那么复杂的加密了 多一点正常的访客也没啥 对不对 只要你的爬虫 别把我的服务器干什么 给我怼崩溃了就完了 对不对 咱们学爬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千万别白欧出 对着衣服去逛逛一顿请求 一会儿的全班就都上不去了 干啥被疯了 整个IP被疯了 知道吧 那就尴尬了 是不是 OK回到咱们这块了 咱们刚才走到哪了 是不是做到这个只有登录的用户 才能干什么 是不是才能访问呀 但是这东西呢 不炫苦 一点都不帅 咱们说啥了 咱们说咱们要做什么 是不是要给他做炫酷一点啊 炫酷这什么样呢 啊 炫酷这什么样子 说那只有这个超级管理员 他能干什么 他能去访问 那这会儿呢 你是不是在这儿 有些人说那OK 我在这儿再给你干什么 再加一个判断 是不是 F什么 request.user A字谁啊 super 是不是 之后 这个是不是就有了 然后这边呢 IOS 这边是不是 又是 这一个什么玩意儿 啊 是不是一个瑞瑟呀 是不是泡个一场啊 这一场咱就不管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是不是能这样写 但是啊 咱们刚才 其实写这东西的时候 我当时就发现 这样写完了呢 一点都不帅 咱们能跟他变帅一点 你把这段代码呢 就达到这样一种水平 咱们把这个代码呢 都给他住掉 他也能实现这个功能 那怎么做呢 那咱们要想一下 咱们现在想做的是谁 是不是根据咱们是否是一个超级观点员来做这个事情啊 对不对 OK 很简单 咱们在学这块这个 这些各种view的时候 还记着 他这块有一个谁来着 有一个叫做权限的东西了吗 是不是 Perminion Classes 对不对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来限制他 我必须要求你是超级观点员这种权限 他可以 对不对 那你来到这 怎么办 API Settings 然后这是不是就是Sendings Default 咱们看默认的这个权限是什么 那这就是什么 Default Perminion Classes 那我们发现他这叫什么 Allow Any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把这个东西干什么 点进去 我们发现 现在这是不是有好多权限呀 对对 Allow Any 啥意思 Haz Perminion这个判断 Return To Pays 是不是 所有的这个 啥呀 是不是 所有人都有这权限啊 那我们现在想要的权限是什么 啊 咱们想要的权限是什么 是不是只有超级观点员呀 那他这块还有一个什么 什么 Az Admin User 是不是超级观点员啊 但他这个判断Request User存在 并且呢 Request User as Staff 他用的是不是 Az Staff这个制作啊 咱们用是这玩意吗 不是 那咱们怎么办 自己造一个 来到咱们这边 咱们自己造一个呗 咱们造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也造个Perminion啊 对不对 Perminion 咱们造一个什么 Az Super Order啊 那之后呢 这块是不是就可以写代码了 但是咱们这个权限这个认证这块 这个权限它到底是怎么检测的 还记着呢吗 啊 还记着呢吗 可能大部分人不记着了 是不是 那你可以干什么去 是不是来到咱们这个Dispatch的 再去看看它怎么教验呢 对不对 是不是 Dispatch 然后呢 是不是这啊 那这块是不是 这是不是一个权限的检查呀 点开 那你看 这里面干什么 说便利我们权限类呀 然后判断没有权限的什么呀 啊 判断没有权限的这些 这不是抛异常啊 那如果有权限呢 是不是就正常处理了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这块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咱们重写一个Haz ProMinion方法就完了 是不是 那如果咱们有权限就干什么 Return处 没有权限呢 Return啊 放死 是不是就完活了 对不对 那来到我们这边怎么办 啊 来到我们这边怎么办 咋写 怎么写 那就是咱们要继承自谁呀 是不是继承自它那个Base那个权限呀 AllowN 咱们把它那个Base给它拿过来呗 是不是 这是BasePermere啊 Ctrl C 然后来到我们这个Permere里面 是不是继承自它呀 然后呢 把这个Base干什么 是不是倒进来呀 倒进来之后呢 咱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函数干什么 呀 啊 啊 他默认是啥玩意儿啊 是不是默认Return处啊 是吧 那咱们是不是要重写它呀 重写它怎么重写啊 就直接写呗 是不是 那咱们这块Return处和False是直接Return的吗 不是 咱们得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 啊 F Request 点R 不用那F了 咱们就干什么呀 Return Request 点R User 点R A字 Super 出去玩了 你是超级的 就是出 不是超级的 False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什么 来到我们这边 那现在是不是有用户啊 登录着的吧 散的 咱们登电视超级光链吗 登电视超级光链 不是吧 那咱们来这边重新登一个 现在咱们先登一个普通的 不是 白开心了 写了这么多根本都没用人家吧呀 你写了这么多光开心了干什么 你没掉用是不是 白洗了好几百特白菜 是吧 那咱们这块应该加谁啊 Permission classes 对不对 太开心了啊 现在是不是加上了啊 那咱们这块还是先来干它 那这个应该不是超级光链的 咱们好像是那什么PTD那个 是不是啊 算了一个 什么呀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perform this action 你没有权限制有那个动作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说没有这个action呢 啊 没有咱们这个token呢 算了 这啥呀 他说什么 admos user opnet has no attribute as super 那咱们这块 他说他没有这个什么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个属性 咱们这个写的还不太干什么 说不太严密啊 那所以咱们这里面要加谁啊 还是要加个判断嘛 加什么判断啊 啊 as essence request点 user 然后他是谁啊 他人 是 re 他是咱们这个user model 对不对 是不是 他是user model的实力 我们才能干什么 是不是才能做这个操作 是不是 不是user model呢 那就是不是return false了 是不是 那你下部就可以直接写个return false 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 再来 对吧 散的 代码是不是也密了 你现在什么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认证过呀 对不对 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去做 登录 登录呢 咱们 这个普通用户 咱们再登一次 提供 提供action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 没有写action 等于什么 是不是logging 散的 诶 users 这提供 这帮助做啥 auscation war not 诶 怎么没有认证呢 咱没有认证呢 他给咱们提供的没有这个认证 为啥呀 咱们是不是pose请求啊 那这个东西加上之后 是不是所有请求都会执行这个操作呀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去 咱们说咱们这请求是给谁加的 是不是gat的请求啊 对不对 所以咱们这会要添加一个什么 说判断呀 f request的点什么 是miser的 他干什么 等等 是吧 gat 对不对 如果以后你要是一个列表 你干什么 多写点啊 是不是 那这个 这个会执行 你说这个 咱们写的那个 哪去了 还有一个谁来着 permira 这是权限 还有一个认证吗 认证是不是 他也会去干什么 是不是会去走啊 对不对 每次是不是也会去拿图坑 去帮你去认证啊 但还好这个呢 咱们是 如果他错了 咱是不是就给他了一个空啊 但这玩意 其实你也尽量干什么 尽量不要让他犯这种错误 咱们应该是让他在哪啊 是不是 也是在gat上面啊 是不是 对不对啊 真的 那把这东西干什么 说多一下 多到这啊 对不对 是不是 把这个咱们加上gat的限制 那post这块是不是就没有了 那之后干什么 散打 散打 还不能用啊 出来情况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吧 福气这 那发现都是403 对不对 403是打过这啊 啊 403来到我们 哪啊 没有是这儿 403 咱们这里面 哪块发过403啊 这里面好像 这儿没有403 是不是啊 咱们哪块 好像post 403来着啊 post register login 对不对 那咱们现在走的 是不是应该是login啊 但是我们发现 这login里面的打印走了吗 没有 那实际上肯定是在哪啊 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权限或者咱们这个认证着给他拦下来的啊 对不对 那这个认证里面 咱们给他泡过一场吗 没有 那之后这边呢 是不是就权限这边啊 是不是 权限那边 也没泡一场啊 啊 反回处 如果是啊 对 其他的咱是不是没有反回啊 那这块是不是就谁啊 直接写水特人处吧 少写一个 是不是 如果不是干他 咱是不是得反回处啊 是不是 对不对 不是干他 是不是应该就有权限啊 我反回了 那再来 咱这边干什么 算了 哎呀 不容易啊 是不是成功了 那那那我们这怎么办啊 是不是 这个 之后呢 咱们要来到哪了 是不是要去查询呀 偷看 等 偷看 等于谁啊 是不是咱们新生 新生成这个 这个啊 对不对 算了 又咋了 到啥座了 叫 accepted or response hp response or hp stream response but return 什么 return from the view be return from the view receive 什么 nuntime 哪收到了一个空啊 来这边看一下 他说他期盼的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hp的一个响应啊 但是实际上呢 收到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空啊 这是哪的错呀 来这边 vios这儿 咱们刚才又做的这请求 是请求的请求的哪个 哎 请求错 咱们应该是发什么呀 盖的是吧 请求发错了 啊 是不是 那这会儿就干什么 是不是没有权限呀 对不对 之后把这再改成是这样 是吧 pose的 pose这会儿咱们要换一个用户吧 换一个超级关联用户吧 对不对 那你来到这边怎么办 哪个超级关联啊 哎呦 原来这几个是不是都没密码啊 给他加个密码吧 密码什么呀 110 对吧 那之后呢 是不是提交一下 现在这会儿是不是就有这个 rock这个了 来到我们这边呢 我们来给他输入一下 让他给他来个密码 对不对 是不是 让他去要做什么 那这话要是不是改他的 他的action啊 对不对 咱们刚才pose的是不是就没有处理 他没有提供action的这个错误呀 是不是 对不对 咱们现在写的这些逻辑没有处理特殊的情况 只是写了什么 是不是处理我们既有的这些情况 是不是 算了 那现在这个是不是就有tuk了 是不是 有了tuk之后呢 Ctrl C 然后来到这边 是不是git 那把这个tuk是不是设置上 然后等于什么 是不是肯成为啊 然后算了 我们发现 是不是就可以查询了 查询呢 是不是就只有超级管理员才能查询啊 是不是啊 那咱们把刚才那个bug点给他再弥补一下 exception.2 什么呀 什么404啊 或者说什么by the request 对不对 not acceptable 咱们找个400的那个异常的 点进去 看哪个是400的 401 这是不是400的啊 不知道什么passer 还有别的400的吗 那这个什么 validate error passer 验证错误对不对 给咱们传的这东西干什么 不对 是不是 这样是不是就完了 对不对 咱们给他po一个什么 是不是 这个什么 validation error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之后呢 如果他不给咱们传数据 怎么办 咱们来post呢 他不给咱们传action 干什么 散了一个 现在是不是 他这个输入的是有误的呀 是不是 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给他换成其他的 只要在这块 你给他返回 你想访问的信息 是不是就完了 是不是 你看 现在咱们又实现了一个什么 啊 用户认证 咱们是不是做了 用户认证 怎么做的呀 啊 是不是 既成字 谁呀 或者说咱们把他这个 这些类给他 还是满一下 认证 auth 这是不是 基础类 是不是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函数 这函数叫什么 啊 是不是 authenticate 那这个里面 他认证成功会返回什么 啊 会返回 啥呀 一个元祖 是不是 元祖里面第一个元祖是谁 第一个元祖是U字 第二个元祖呢 是令牌 对不对 也就是took或者什么auth 是不是 对不对 之后呢 咱们自己继承他是不是也是这样做啊 对不对 那在之后用户权限呢 用户权限他继承的是谁 啊 是不是 base permit啊 那来到我们这边就可以写了base permit 那他里面有什么呀 什么hides permit这个属性啊 是不是 这个函数 那这里面他干什么呀 认这个是否具有权限 那我们是用什么来表示的 不耳直 处代表什么 拥有权限 foss呢 是不是 不具有权限啊 未有权限 是不是 那这块你就要根据你这个出汪foss来搞定就可以了 那这个用户认证和咱们这个权限 咱们是把它配置在哪的啊 是不是直接配置在试图函数上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为什么呀 他是不是在咱们despatch之前 就despatch里面是不是就给咱们执行了 是不是 对不对 他就帮你把这些东西也都搞定了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现在想问一下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啊 他会让我们的代码比较干什么 比较简洁 然后呢都是拆分开的 并且你这种功能 他是只有咱们这能用吗 不是 他是不是全局都是可用的 对不对 你这一个认证器 全线认证器 这不是全局能用 你这个认证是不是也是全局能用 对不对 不是说只有咱们这一个能用 谁都能用 是不是 对不对 只要是咱们的这什么 咱们写的接口 他是不是就都能用啊 对不对 感觉怎么样 今天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羽化生鲜的感觉 今天这些呢 应该就是咱们这个框架里面最难的了 知道吧 只要你把咱们昨天说的 啥呀 模型序列画 然后这个什么 类视图 也就是咱们这些视图 还有这个权限 还有这个认证和权限 这些搞明白 你这个兼顾 Rice4 就绝对不是大问题了 其他的 针对于咱们这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剩下加点filter啊 就是说 以后咱们想写分印 咱们是不是得自己写判断啊 他有一些插件 你装上 然后他自动就帮你加上分印 要配置多少 配置赛多少 也可以自动帮你搞定 但没有那么大必要 咱们只要把这块这些东西搞明白 后面的东西那都不是事 现在这个能明白吗 如果大家有疑问 快点往外提 有疑问就赶紧提啊 没关系 咱不怕提疑问 知道吧 也不怕你那个问题问的比较傻 知道吧 会了就不傻了 是不是 有问题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有问题的 有问题吗 没有 真没有啊 需要梳理一下 你知道自己哪不会呢 还是吗 今天还能六多页吗 看看呀 那我就不给你们顺了 明天咱们复习 一会儿再顺吧 然后自己巩固一下 然后我一会儿在的时候 你干什么 不会就赶紧问啊 把把这个认证和权限一定要搞明白 毕竟咱们现在这权限很简单 就一步耳直 知道吧 等后面我教你们自定义权限 就是说咱们搞一点高级的权限 就照着谁做呢 照着那个 Linux 咱们比那个论坛那还要好玩 Linux权限 你咱都知道吧 他是不是用一个串表示好多权限了 咱们也设计一套那种系统 对不对 那搞搞玩玩 是不是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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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um 印icon 好 影响 FEL 你 素 ration ンネ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